我不同意这个主委您刚刚的说法说忍耐 也不同意这个邱泰山主委您说的忍耐 今天如果我们有真相 我们不需要忍耐 我们今天有录音录影 我们不需要忍耐 我们倒可以在谈判桌上 把这些证据通通呈现出来 然后让对岸的人清楚知道 不是我们撞死了两条人命 而是这当中的细节都非常的清楚 而不是你们今天一昧的说 把所有的资料交给了剪掉 所有的资料没有录音没有录影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挤牙膏式的方式 才会造成现在外界那么多的疑虑 两岸的情势升高 让我们的谈判的代表 或者是这个专案小组的代表 去那边完全哑口无缘 我觉得委屈的是他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 我今天排了这个专案报告 也很非常谢谢书巧会委员 从书巧会委员里面的咨询 我们听到了 我们的署长的回答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 你们手上的资料 所以现在我要请署长 到我的咨询台上 我要问您几个问题 有请署长 我们的署长呢 他不仅仅是海巡署的署长 他也是政务副主委 而且呢也是我们的专业的海军 也是我们的这个国安系统 你曾经待过这么多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您也不乐见今天两岸情势升高 您也不乐见我们海巡署的所有的弟兄们 因为两岸情势的升高 所以我们的海巡弟兄 要在这样两岸不对称的状况之下 所有的巡防的这个 这个所有海巡舰队不对等的状况之下 让他们出勤务这么的辛苦 所以你也希望落幕 对不对 是的 好 现在我要就几个问题 因为今天我听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质疑 就是第一个 你们说海巡子事发过程非常短暂 因为很忙 救人 没有录影收证 然后你们又在改口说 陆船蛇行巨简 然后不胜翻覆 造成了四个人落海 到有人质疑了你们之后 你们又改口讲了 海巡署的舰艇是在高速追逐的状况之下 他的船身多次的接触 刚刚您又说 其实两岸之间的协同 这个协同执法 有非常多次 而且你们是有密切联系 而且我刚刚又听到 您刚刚说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突发事件 您是初三的时候 大年初三 也就是2月12号的时候 其实你们就已经发现这所谓的三五船 所以也就是说 刚刚您的回应让我们清楚知道 不是突然在海上突然出现 而是接到了所有的讯息之后 你们按照SOP的流程 来做一些你们应该准备的工作 那现在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依据海岸巡防机关海域执法作业的规范的第九条的规定 我们的海巡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 应该要依照规定穿着制服 或者是出示证明文件 并且要随时照相录音 或者是用其他收证的方式 保全相关的市政 以为移送主管机关 查处的依据 除了这个之外 也是要保护我们的海巡弟兄 对吧 第十条第二项你也规定 应该要与被检的船破保持距离 然后要以雷达监控 同时全程录影照相存证 并且要依照规定通报反应 所以按照我们海岸巡防机关 海域执法作业规范第九条第十条 你们早就应该要准备这些东西了 而不是对外的宣称说 你们没有密录器 你们没有打开录音的这个装置 你们并没有全程录影 而且你刚刚还准备了一个很大的照片 这个人掉下去了海里面 你们有时间照相 那就表示其实你们全程是有录影的 只是你们不愿意拿出来 所以你刚刚讲 很多次你们在做这些处理的时候 其实是有碰撞 好 请署长您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全程录影录影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造成这一次的那么多的问题的产生 你们要不要道歉 当然已经道歉了 你们要不要惩署相关的人员 你们有没有一些行政程序的报告 简单回答 好 谢谢赵伟给我这个机会说明 第一个 出山报案的那艘船 我们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三五船舶 好 谢谢署长您的回应 谢谢 我现在能不能再询问您 您不能够去确定它是不是三五船舶 那么你们应该会有通报记录吧 而且这个通报记录就我了解 就我了解 其实呢你们在记者会是有公布的 你们公布的通联时间是12点41分 然后距离你们修正后公布的案发时间是下午一十分 足足相差了三十分钟 最关键的这些通联记录却不公布 您刚刚又说 您没有办法清楚知道它是不是三五船舶 所以我们现在与根本的证据都不清楚知道 您怎么可以回答我这个呢 那有没有录音 不同时间 出山的报案是民众打118跟我们报案 好 那14号的呢 14号是我们的雷达监控 有快速目标进入到我们的进线之中 既然有了快速的这样子的一个雷达讯息 你们应该很清楚知道就开始有通报机制了吧 当然 这些通报机制的录音 有没有 都有 能不能提供到我们委员会来 有没有交给检单单 检调单位 交给检调单位 那可不可以提供到我们的委员会来 我们现在 好 我想这不是你能不能 这是我招委到时候会不会安排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对不起 对不起 您的意思就是有录音 所以 另外我 所以我很明确的说 对 你能不能明确的回答我 有没有录音录影 你所谓的录影 刚刚你讲我们什么救难什么 2月14号 对 2月14号 有没有录音录影 录音有我们只管的这一部分的录音 全程 从你 从你们发现了这个所谓的三五船只 一直到落海 你们如何救人 这个所有的录音过程都有吗 都有 好 谢谢 本席会待会做一个结论 请你们提供给文汇 第二个 另外我还要跟你说 第二个 第二个 我现在在问 您不用说明了 第二个我要问 我要问您的是 为什么你们不公布完整的无线电通联记录 我们没有不公布 因为这个已经交给检调了 好 交给检调 那没关系 我会让你们 这个提供给我们委员会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海岸巡防机关海运机法作业的规范第十条 有要求要雷达监控 海巡署有没有掌握事件相关的船只的雷达轨迹图 有或没有 有 好 那能不能提供给我们委员会所有的委员来参考 这个因为我们上一次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就请示检察官 我们可不可以在记者会的时候公布 好 再请问一下 但是检察官明确地告诉我们 你们不可以公布 我了解 好 现在再请问一下 当我们去协商的时候 有没有提供这个录音榜给对案 这个我们不能提供 因为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提供 这个不就是很重要的证据之一吗 当你们在谈判的时候 这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之一吗 如果赵伟你讲重要的证据之一 把这个雷达的整个过程 一公布给他们一看 他就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 那当然就最好了 就要提供所有的问题 不是吗 这个东西现在都是要由检调来决定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谢谢署长你的回应 所以我要必须讲的是 今天很确定的是说 有录音还有雷达轨迹图 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有的 那么这两个的回答 署长的回答是因为你们交给了检调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够提供 我们没有说不能提供 如果检调同意我们提供 我们就提供 立法院有立法的愿意支撑 对对 当然我们依照规定 谢谢您 谢谢请您休息一下 我请问国防部的代表 因为今天我有请国防部来列席 也希望你们能表达一下 你们的一些 一些这个意见 那请 这个海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 詹副参谋长 谢谢 请把我的时间暂停一下 好 请问一下 自从海巡署强化了平时和战时的转换机制之后 海巡署的禁案雷达勤支是不是已经透过连线勤传给海军的连程战系 你们双方其实是有互换勤支 有没有这个事情 是的 我们跟海巡署之间有资源写定的签署 有勤支的分享 有吗 是 好 我要再请问您 两岸因为这个鸡门撞船事件 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这不仅仅只是海巡署的问题 不仅仅是海委会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陆委会的问题 未来可能会关系到国防的问题 所以请问海军的连程战系 可不可以公布你们所掌握的雷达轨迹图 然后跟我们的海巡单位的航轨 把它一起来公布 是 跟委员报告 因为针对这一次的事件来讲 我们连程系统所掌控的目标 并没有包含到这么小的目标 那这个目标在我们连程系统的掌握的目标的部分 像这种近岸水域小型的目标的部分 在我们连程系统是没有把他掌握 没有 不好意思 前海军的军长他有指出 你们以前有大程系统 这个大程系统也就是现在的连程战系 你们的连程战系 已经跟海岸巡 海巡禁岸的雷达强制你们 透过连线勤船海军连程战斗系统了 所以你不能告诉我 连这么小的你们都看不到 因为你们的讯息都已经互传了 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跟海巡署之间的目标的监控的部分 我们是有责任的分属 那就像委员所提的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连程系统上是 对如果如你所讲的话 你的意思说你监测你的一个系统 然后海巡署监测一个系统 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 为什么你们在媒体上公布的时候 你们不去做一些澄清呢 因为现在我所拿到的这个媒体上的公布 是说你们跟海巡署已经形成了一个情传系统 所以情传系统是有吗 是有 所以呢只要是海巡署搜寻到的所有的轨迹 你们也都会有吗 就连程系统的限制来讲的话 是连程系统上是没有的 你讲没有没关系 我觉得国防部还有这个今天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在场的官员的回应 我们至少今天理清楚了两件事情 一有录音 二有录影 三我们的国防部其实对这件事情来说 你们不能够排除在外 因为两岸 因为两岸的情势慢慢的升高了之后 其实他危急的 危急的不仅仅是金门厦门 或者是我们这个澎湖 或者是几个列岛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他危急的是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安全 所以国防部也好 海巡署也好 海委会也好 我们的陆委会也好 你们必须好好处理这样的事情 不然的话就是愧对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安全 谢谢 委员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刚刚我讲有的录音是我们的指管通信的录音 录影是 好了你不要 我们的雷达 您问我是有没有雷达的轨迹图 我说有 另外您看到救难的那些画面是我们的三十五顿艇 我们一共来了七艘艇 那些艇都有三百六十度的悬外的摄影 那个镜头都是来救难的船 好谢谢你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至于本习 至于本习 招委未来会寻求什么样的资料 我再提醒你一下 因为既然你要在这里告诉我的话 我要提醒你一下 我们立法院是有这个职权调阅所有的资料 不要告诉我是国防机密 也不要告诉我已经交给检掉了 所以不提供给本委员会 好不好 不会我们一定提供 谢谢 到时候我到时候会邀请你们提供什么资料 我会再告诉你们 非常清楚的告诉你们 我们一定配合 谢谢大家 好